来看台北科技大学现在有一位同学 他发挥创意 运用LED灯视觉占流的概念 他为交通警察设计了一款摇摆指挥棒 不过却被华泛大学的另一位同学检举说 这项作品是抄袭他去年的创作 而不过呢 两边的指导教师呢 他们都指出 其实所谓的创意并不好定义 抄不抄袭 就是这把摇摆指挥棒 让年轻的台湾之光扬名国际 台北科技大学同学的创意 得到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荣誉 不过现在却被华泛大学的同学检举 涉嫌抄袭 我们出来的模型 跟另外一组别的学校同学的图 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真的是不太一样 连中学生都可以判别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状 这把摇摆指挥棒 主要运用LED灯 来显示各种指示文字 主要是运用视觉占流原理 辛苦了很久 被认为是抄袭 原创者很不平 提出争取的华泛大学同学指出 北科大的作品 技术概念和使用族群 是针对交通警察 和他去年的参展作品 无线信号 信心指挥棒非常相似 不过他的指导老师则认为 村里人人皆有 抄不抄袭 不好定义 台湾在国际得奖作品 现在已发抄袭争议 但究竟所谓的创意 怎么定义被抄袭 人人都有各自看法 律师表示 如果学生真的觉得权力受损 可依著作权法来解决厘清 中文林志远 许富台北参访报导